尽管中共当局公布的失业数据显示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并未拖累就业 国际货币基金IMF最新研究指出 超过2.7外来务工人员中的大多数 以及为数庞大的农村劳动者都没有被计算在内 认为中国城市失业率受影响的程度可能被低估 进入三福第一天 近半个中国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 河北省出现了60年最高气温 其中秦台沙河气温最高达41.2度C 张家口市移出广场地表温度更达50度C 多个城市先后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已知有8人因众鼠吐死 安徽定远县城百货大楼门前的曲阳大街路面 13日上午突然发生坍塌 地面形成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巨坑 一辆水泥搅拌车陷入坑中 事故已知三人受伤 拥有56年历史的香港新报 7月12号正式停刊 遣散工作人员成为香港15年来首份停刊的收费报章 从2012年起 新报配合中共江泽民集团 在香港的外围特务组织清官会打压法文工 形同清官会的机关报 分析认为新报突然停刊 可能与背后供养他的江派资金断裂有关 新唐人野菜电视整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